第五条 虽然有极高的见地 但是未断贪值 终有成为佛游子的危险 故当谨慎 有极高的见地 我们道场我看过很多同修 尤其刚来的时候 见地比天高 很会讲 他也不管你是谁 他也不管坐在他面前的 可能修得比他久 经典研究的比他深 或者比他有正量 他都不管了 他看到只要是人 因为听我讲 就一直讲 这是 讲到最后 大部分人会离开道场 因为他觉得大家都不捧他的场 都不爱听他讲 谁要听你讲乱讲一通 你讲话都不负责任的 如果没有离开道场的留下来 最后不讲了 为什么 他发现自己很无知 佛法不是用讲的 你讲这么多 你一个德行都没有做到 一德也无修 说戒律破戒 说誓愿 违背誓愿 背道而驰 说功德善业 没有真诚的发心去行善 你什么都没有做到的人 光一张嘴在那边乱讲 这种人最差劲 而且那个嘴巴 他讲着讲着怎么样 过失一大堆 所以这个人倒霉 没有什么福分 乱七八糟 差劲的事情 围绕在他周围 连他至亲的人都受不了他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得不小心 我刚才讲了 是没有真正很高见地的人 但是有的这里讲的 这个龙青八糟是讲的 你有极高的见地了 已经真的修出来 就是说 这个菩萨是在会这个文师修 尤其这个文会 你已经看过 或者听过很多的经典论著 就是你深入精湛 你这个佛法的这种知识 非常的渊博 我们现在没有整体修学的人 你跟有整体修学 比如说你学过阿弥陀经 你读过观世音菩萨 你跟那种经律论 有整体修学过的一聊 对方会听出来 你很多不知道 他马上会听出来 但是一般学佛都重视这个修养 他不会揭穿你 他会给你笑一笑 除非你真的请他来给你指教 他也愿意告诉你 他才会讲 不然你马上就自扑其短 他一听就知道 你很多都不懂 你比如说为世 你不懂 中观你没有读过 俱舍论什么那些 你根本没有涉猎 你就是在火车站 电话停上面拿了一本佛书 翻一翻来跟他聊的 他马上听出来 所以你要真的得到极高的见地 一定要广大的闻思修 你一定要深入境障 同时又平常 没有真正修学问题的人 你就是不闻思修的 你应该好好地深入经典 佛经 善书好好去阅读 有问题多拿出来讨论思维 辩证 有极高见地的人 没有断贪职 就是说你这些见地 大于自己的行持 这是一个非常威胁的状况 真的懂很多 刚才讲 佛法不是用讲的 佛法也不是光靠懂很多 听过很多 看过很多 佛法要实践 要实修实证 但是你懂很多 但是没有断自己贪职之心 在道场 就变成一般的头修 你看不起 充满了傲慢 要进没有办法进到 要退 由于你已经看过很多 懂很多又很深的见地 要退你一时也还退不了 变成道场的老油条 要劝你赶快努力 你也不要 你都没有我懂 我都比你学得还多 学得还久 你读过什么经吗 你看过什么论典吗 你都不懂吗 不懂你还讲我 变成道场老油条了 看到人呢 就像大刀玩武 六贼心圣 我准备要互相砍杀一番 用他的这个唇枪舌剑 要跟人家好好的砍杀一番 这种道场老油条 它的相续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必退 你只要是已经有 道场老油条的这种习气 这种姿态 你的相续 就是说你的内心的境界 它是跟佛法的正觉解脱道 背道而驰的 它的相续是离佛甚远 最后终于堕入恶道 短时间不会 但是慢慢慢慢 你再往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那边去 你不要以为 读过很多佛书的 他一定就往上走啊 那可未必啊 这就是没实修 你读过很多书 但是你没有断贪值 没有断贪值 要人家跟你讲好话 讲坏话受不了 批评你 只教你 根本不可能 都要人家认同你 称赞你 都要人家叫你菩萨 都要人家赞叹你 功德无量 都要人家笑脸来迎着你 都要吹捧你 都要吹捧你 糟糕了 那一点倒行都没有 所以像这样子的习气毛病还很重 一定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出来 你看见地很高 未断贪值 你在他身上 一定或多或少找出来 财色名十岁的重击 他还有身值 不能断 不能舍 不能超越的 所以他的相续 是与佛法背道而驰 终于堕入恶道 你会是在家里面的 十岁的天后 我会是在家里面的 也会是在家里面的